新北市的疫情逐渐扩大 为了确保幼儿的健康 新北市的托婴中心内 只要有一人确诊 就需要全班停托 同时新北34间的社区亲子馆 将会暂时关闭到5月9号 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公布 3加4隔离措施 新北市社会局依据指挥中心标准 订定托婴中心 收拖幼儿确诊后的隔离天数 但因幼儿无法佩戴口罩 因此只要老师或幼儿 一人确诊全班或是全中心 就得停托 另外为了避免疫情扩大 即日起新北市 34间的社区型亲子馆 将暂停开放至5月9号 公托里面亲子馆跟我们托婴这个部分 出入口是重叠的 那我们因为干到疫情是日行严峻 所以我们避免那个出入口 动线的重叠 那也要我们的公托这边 去做一些加强的一个情节 所以我们暂停这个两个礼拜 幼儿抵抗力较低 在公共场所曝露 染疫风险大 社会局建议家长多运用网络教学 在家活动度过防疫时期